Nio聊世紀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高女人對上波茲人 那這張地圖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那耳朵比較靈敏的觀眾 應該已經聽出來了 我已經換了新的回音器啦 所以以後我們的收音已經沒有問題了 因為之前收音會差 是因為我沒有用回音器的關係 這個音效卡沒有 所以這個聲音一直沒有被放大 又我買的是專業的收音麥克風 結果有專業的收音麥克風 卻沒有專業的音效卡 有點本末導致喔 所以我就趕快去買了一張 比較好利用一點的 然後跟實況也用得到的一張音效卡 好 那我們就不講這個題外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式的高綿 高綿已經很久沒有在我們頻道出現過了 那這個文明之前他剛改版的時候 人人都玩高綿 因為他有這個特殊能力 這個重點不需要把肉放到TC護魔房裡 就可以原地採收 就一次元模仿 走到你 走到哪都是我的模仿 原地收成 走到路半去田裡 去田裡就有肉 直接吃了 就不用再拿到TC裡了 非常方便 所以高綿喔 對我來說他應該算是第三產肉塊的文明 那第一塊的話我心目中還是弗蘭 那第二的話是這個 那個誰啊 斯拉夫 那第三名的話就是高綿 然後就法蘭克那些我怎麼沒的 還有CC 之類的 那高綿來說的話比較是偏向的騎兵喔 還有這個飛鏢騎兵喔 不是飛鏢騎兵 這個 奴巷炮 還有奴炮的路線喔 還有弓兵也是可以的 雖然他弓兵並沒有非常的 非常的猛 但還是可以用的狀況 那我覺得比較特色一點喔 還是他的大象喔 高綿的大象攻擊力非常的好 那他打大象路線我是覺得比較適合他 大象騎士還有步兵 步兵沒有 步兵沒有不好意思 大象騎士工兵 還有這個奴巷炮奴 奴巷炮 算是高綿的一個主要的攻擊手段 好那我們就先再來看一下這個波士喔 那波士這個文明我們之前也有常講過 我們我在之前影片都有提到 這個波士是很新手去練習3TC運轉 不斷春的一個文明 那有觀眾說 練3TC不斷春很簡單 沒有錯 我們要練的是3TC不斷春 然後還要出兵 控兵 這才是最難的地方 用完波士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這部分真的是需要練習 那通常你只要練到3TC不斷春 然後可以一直出兵的話 還可以控兵 在規劃程式的話 基本上你就已經不是新手了 那我覺得如果要練世紀帝國的玩家們 可以先朝這個波士這個玩法 開始玩 那波士它TC運作效率就是比較快 所以練3TC來說會比較有難度一點 那如果你波士3TC不斷春的話 都可以練得起來的話 那基本上你其他文明也是練得很好的 那波士處理之外 還有這個遊俠工兵都可以打 那它工兵蠻特別的 只要點下這個銀罐 波士工兵點完之後 工兵就不用消耗黃金 直接消耗木材 就可以製造工兵出來 非常的強 而且它也有化學 然後也有這個二級色 雖然沒法到強弩 但可以不用黃金就造工兵 是一件很香的一件事情 那可以玩工兵 又可以玩遊俠的文明 實在是有點少見 那波士處理之外 還有這個波士蛋象 大家也是蠻熟能想的 而且波士好像也有大衝刺 所以基本上波士沒什麼太大 太明顯的弱點 所以我個人是蠻推薦大家去玩一下 波士這個文明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配置的部分 那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收到這個音效卡 真的覺得買了真的有差 不然我之前都要非常大聲講話 才能錄到那麼細微的一點聲音 那我發現這個音效卡主要的功能 還是就是把這個聲音 把它放大聲 不然這個 我每次都已經要錄到燒香了 那個聲音才出來一點點 好 那這邊馬就蓋下 OK這邊打的一個戰術是 二十 十九P肉嗎 十九P肉嗎 兩邊都是這樣子 方便這邊應該也是 OK沒錯 兩邊都是二十 十九P肉嗎 好我們要證明十九P 好 十九P肉嗎 高棉這邊是 選擇一級木 兩邊都是一級木 農田還沒有補 欸這邊是 有點之步 有點之步還差點被鎖掉 有點危險 好這邊回頭蓋一蓋 好把這個 一級農田點下 波士打一個偏農的路線 來看一下這邊是兵工場嗎 好下的是射箭場 那這個比較開局是很標準的 那這樣的比賽是 MBL對上 小... Lelibis 這個是什麼 天才少年嗎 雖然他已經不是天才少年了 這個名字應該是天才少年的名字吧 我有記錯嗎 我英文不太好 我已經忘記他的名字叫什麼 他為什麼以前叫天才少年 那是因為他五年前 就是我在練CD5的時候也是五年前 然後那個時候他好像還不到18歲吧 那時候他就可以跟MIP的大戰 超強 看我真的是傻眼 就覺得這些人都是妖魔鬼怪 好那這邊波士拿到一個不錯的一個擊殺 去騷擾到了一個進攻點 赤猴一直有補過來 但是高明這邊有補 把赤猴往後補 但這邊有點被牽著走 我覺得這邊赤猴看要不要繼續往前騷擾會比較好 這邊直接去追赤猴好像怪怪的 好那看起來波士並沒有要直接打一個強攻路線 打一個防守為主 哇結果這裡一村直接被殺掉 哇可惜喔 波士這邊兵工廠沒有蓋完 哇就是MBL率先拿到一村的手殺 結果 波士這邊 都已經剛剛到門口了 沒有要進去騷擾 哇一講我就要進去了 這邊要先找殘血的村民嗎 還是直接硬坦了 這邊會怕 這邊他在想 再想一下再想一下 好結果抓了一個女村民 太狠了 這個已經醜女大隊 哇高明和屬能力躲房子 太強了 這個反應很很即死喔 可能有些玩家就會說 躲房子高明是專屬能力一定會躲的吧 我跟你講不一定喔 有些直接選手在直接賽事裡面 他都忘記第一次高明可以躲房子 這種事情是會有的 所以 因為你要想他們高明也不是一定是他們的Main文明喔 是可能偶爾隨機才會玩到的文明 我會忘記是 還蠻理所當然的 但是MBL都會記得 蠻聰明的 好那這邊MBL轉出了工兵 而且蠻大量的喔 這邊進五隻工兵喔 五隻工兵就一定的殺傷力喔 這要是沒有毛兵 工兵直接走到村民處喔 通常可以瞬間秒殺工兵喔 秒殺村民喔 好那這邊要秒殺村民感覺還是有點困難 要比較後方一點 才有可能打到村民 那這邊部分主經會有點危險喔 這邊會下個箭塔嗎 還是直接用肉碼扛 還是直接撤 絕對直接撤了 不插塔 插塔也來不及了 好這邊異防好了之後 馬上直接硬上工兵 長龍兵上來 要過來捧個一波嗎 工兵第一時間把長龍兵給射掉 肉碼再上來繼續無雙一直砍工兵加上肉碼 好但是第一時間要先把肉碼收掉 然後再來解決工兵 哇這邊一擊一防的波斯 刺猴戰術打得還不錯 這邊用村民直接把他關起來打 關起來打 我收到被狂飆 關起來打 OK打起來 但是打一打發現有點危險喔 還是把這個木門給滴了 OK這一波打得還不錯 波斯 肉粗的有點多 但他這邊撒田也撒得蠻誇張的 這個田怎麼跟我示範的那個差不多 示範影片的農田差不多 肉粗有點誇張了 哇塞 二十十十九片田 對跟我的教學影片一樣 這樣波斯很明顯喔 上城堡實在是要打這個騎士 因為我個人也是覺得十九片田會比較好一點 上城堡的話 這個肉很夠 可以一直出騎士一直爽 雙馬叫一直出 還可以點工房 二級木二級農都可以點得下 好經濟有夠好 只是黃金大會要再補一下就好了 這位果子吃完 全部補去補金 這邊果然還是要插塔對不對 這不插塔怎麼挖金礦啊 我越想越無對勁 這裡蓋TC也整蓋這個位置喔 人家站這個高地 你插TC也是有危險 還是有建塔比較安全 好 但是這邊高明率先點下了城堡實彈 那波斯這邊城堡實彈大概還有30秒左右才能點下 那這邊是選擇一個大開圍喔 直接把右邊這裡圍好 那這邊的圍法顯得有點微妙喔 可能是沒有看到這一區喔 可以這樣子圍喔 所以這邊圍是直接圍這個地方 直接圍死 但是這樣比較簡單一點 確實比較好 畢竟圍這塊空地好像意義不太大 好 高手示威果然還是比較厲害一點 OK 那這邊看到工兵六隻過來 想要前壓等著看到劍塔 那劍塔 給的威懾力還是蠻足夠的 波斯兩隻獅子殘血 一隻滿血 這邊絕對不能再繼續打了 那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喔 應該不會再出了什麼trouble 好 我們走工兵路線 工兵路線的話 那黃金樹大會可能還會再補一些喔 畢竟這個黃金樹有點少 好 刺頭上來打嗎 沒有 這邊在等品種 品種還有一秒好了 好 但是這邊殘血的刺頭是不會加血的喔 這個是一個細節 只有滿血的刺頭會直接變成65滴喔 好這邊再上來砍個一波 欸第一時間在打木槍沒有發現刺頭過來了 哇 殘血的工兵直接躲在裡面沒有砍到 OK這一波看起來啊 工兵還是有點被收掉一點數量 但這個時候已經上到了城堡時代 已經轉變成奴兵 那第一時間點下衝毛舊的一個Post 騎士也開始在爆 好二級馬卡一點下 這邊想要秀 好稍微收村 好Post最強的能力來了 TC開爆 好但是這邊只能蓋一座 這邊這個石頭 有花掉 蓋一個劍塔的關係 好二級伐木也一點了 那二級農待會也可以考慮一點一下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會先補騎士喔 二級農不是那麼重要 好現在有軍事需求還是先爆比比較好 好 這邊騎士出來很硬 好那這邊要入個細節 要看要不要把騎士拉走 把這個殘血拉走 好這邊騎士再補了過來 哎呀 快跑快跑 這邊想要吸一箭死 但是沒有被騙到 這邊在專注打前線的一個騎士 哇兩隻騎士都殘血拉回了回家 這邊小小小L 這個怎麼唸 少年少年非常快 OK這邊順利剪掉了所有的奴兵 但這邊很細節喔 殘血的騎士都有拉回家 好 跟我那個 十九匹肉馬腳血一樣喔 騎士都要記得拉回家做個練習 那你打完家的時候也是不例外的喔 也要做這個練習 也不算練習阿 就是一個 你平常打騎士爆 就該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因為騎士是千萬不能亂送的一個單位 騎士太珍貴了 那這邊待會要趕快補下修道院了 修道院應該也是會放在這個位置 當做一個毒口 然後又是高地喔 然後還有劍塔 這裡蠻適合下修道院的 好 那這邊第三個TC開的比較晚一點 而且吉隆也沒有點 現在雙TC還有點斷村 這個TC沒有在運作 那高敏這邊 開局已經到了3TC了耶 其實還蠻快的 結果開3TC比較快出來了 反正是高敏 也有關係是因為他投了這一根劍塔在這裡 這也是有關係的 好 那這邊 沒有要先補 修道院 因為有點卡人口 所以要先補房子 第三個TC開這個位置還不錯 因為小金就在旁邊了 這個金可以守住 好修道院是這個 OK修道院補下 OK騎士再去外面看個一波 輪軸技術有點像 好 好 那待會波斯的經濟會越來越誇張 但是 高敏這邊已經 開始準備了一個勝率了 那波斯打 高敏打勝率也是蠻厲害的 好 這邊招數招一下 欸 直接招走 好 這裡全部不能再回頭 哇 直接又賺到一隻騎士 哇 那這邊波斯可能會有點尷尬啊 現在不知道該怎麼打 對呀 繼續出騎士的話 還要先解決對方的一個 生率喔 那自己再繼續補騎士的話 可能要想辦法仿製喔 那就要出刺猴 然後生青騎兵喔 去打會比較好 本來再生這個刺猴 那我想說他再繼續出騎士 會有點危險喔 他可能自己也感覺到了 好 這邊先存一些黃金 然後點一下青騎兵的升級 二級龍還是沒有點 三級 三TC已經開下來了 好 這邊用刺猴 去看他對方到底在幹嘛 動個一波 看到對手 在準備要來補這個血量 但第一時間沒有抓到這個生率 有點可惜 應該是沒看到視野 OK 那這邊刺猴再度出發 然後去看一些聖物 有沒有去生率去撿移技的動作 既然不出門 那我就派刺猴出去 找你的生率玩 好 他在巡弱了 在巡弱了 很明顯 好 這邊TC直接硬爆 直接砍下面TC 但是這邊有一級攻的關係 所以砍速度比較慢一點 好 撿到遺跡 但是這邊刺猴會抓到嗎 好像不會 這邊好 再鑽一波 再用刺猴看一下裡面狀況 但是一回頭可能會看到生率 但沒有往下走 反正是往右邊 好 那看起來這一波 刺猴沒有抓到生率的位置 稍微可惜了一點 好 生率在這邊 刺猴能追得到嗎 哇 刺猴過來 會砍生率嗎 也不會 OK 那這邊有升級輕奇兵的話 待會砍生率 只要兩刀就可以砍死 砍死一隻生率 除非他有點這個 金杯 點金杯的話 就會再加15滴血 可以砍三下 那生率的部分 出的數量其實還算可以 大概5隻 就停了 並沒有再繼續出 唉唷 還是有再出喔 黃金有點多耶 好 第四個TC也補了 哇 兩邊打的偏濃 那波羅斯 通常只要開到4TC之後 就等於5個TC的概念 所以這邊其實波羅斯 近近 快要接近4TC喔 如果待會再補一個TC的話 哇 那波羅斯 很快就可以到150人口 沒什麼問題 打這個輕奇兵數量很多 好 生率在這邊 直接超恰恰補血 好 第一波吃驚奇兵 上前前壓 看到後方這裡的5隻生率 OK 直接收掉 城堡該在這個位置 怎麼搞呢 搞不到 生率 哇 7隻生率 肉馬加騎士 直接上了硬A 但生率 沒有直接招降 再看情況 生率其實有點害怕 很怕對手的先騎兵 過來砍個一波 但這邊直接前壓 這邊直接立個城堡 想要來逼推對手 不要拆TC TC看起來是要被拆掉了 OK 手推射一點下 哇 TC應該是還是要爆 空間少在這邊射 射很久才射到一兩隻的騎士 好 那這邊賺到一個TC 拖緩了一下 NBL的一個濃度速度 那目前破四的分數還是非常高 五千多分 好 村民已經慢慢拉近了 哇 手推車點下 帝龍塞一點了 高明黃金破到兩千 是下面金銀 兩千黃金 這個高明大概會打什麼 如果對面打騎士 高明能打什麼 大象 怎麼想都是大象 但破四也會著想 好 那這邊高明有出長槍兵 有可能就是要走一個槍兵路線 也是有可能 但黃金兵還是要選一個來打 奴兵或者是打這個 奴炮像 奴炮像 微妙 數量要很多才夠打 好 破四這邊 奴炮再抓 沒有抓到任何東西 二級龍點一下 二級攻一點了 好 下面這邊 場上兵加上生女 直接一個combo 找到了非常多的騎士 哇 騎士直接吃了這麼多啊 五個騎士直接被招走 但是老頭也是死傷慘重 只剩下三隻老頭 好 提上到地龍實戰 破四點下了重裝騎士的升級 還有化學 化學就化破四 有可能是要打破四弓兵 或者是打火槍兵 那這邊沒有點弓兵 射擊應該就是要打火槍 好 點下金盃 神聖思想 增加一下生女的血量 看來他終於意識到 生女的血量實在太少 好 這裡再補下一個城堡 高地堡 我還以為他會蓋這個位置 可以守這個石頭 但這個位置更好一點的感覺 雖然沒有守到任何的資源 但是這是一個門面的關係 還是有城堡比較好 還是有城堡比較好 高敏突然出奴炮像了 奴炮像出來 奴炮像數量很多的時候 如果騎士上來爆的話 有機會是可以打贏的 好 這邊點下就屬思想 竟然出工程系製造所 是要出奴炮的意思嗎 還是投車 衝車 都有可能 好 這邊專利率過來補個血 好 這邊專利率過來補個血 好 電龍斯來好 開始來出城堡 哇 馬上補遊俠 三級攻 三級防要點好了 波斯直接遊俠一波 波斯已經稍微有點領先 到了129吋 好 那電龍斯來一到 直接三巨頭 直接點了上來 這裡要直接拆掉這個巨型頭時機 沒問題 直接收掉 好 告免已經上到 地龍斯來點下的級兵 跟一級攻 欸 結果波斯真的出火箱 那馬上就爆了 好 結果這邊出的是火炮 要來拆巨頭時機 效果還會不錯 好 這邊騎士直接到家裡 騷擾一波 遊俠還有十秒 五秒 四 三 二 一 騎兵過來結 騎兵打遊俠傷害是很高 哇 這幾隻遊俠砍得很爽 但騎兵支援的蠻及時的 但後方這邊有一些騎士直接砍 村民砍得蠻多的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好 這部分更多級兵補了過來 遊俠只能繼續往後跑 這邊部分直接 哇 救贖師想招降到了對方火炮 兩台火炮直接被招走 第三台火炮能 招掉 哇 也全招了 哇 高明這邊火炮 直接招了三台鑽爛了 好 這部遊俠直接上來硬砍這邊 巨型頭司機 應該能拆掉 但自己的城堡也掉了 他這邊騎士依舊在砍村民 殺了蠻爽的 但是這邊也在騷擾 哇 級兵直接同爆 哇 這邊一堆遊俠直接被級兵吃掉了 原來在控家裡的關係 還有巨型頭司機 巨型頭送光 遊俠也送光 波斯現在大難零頭 高明怎麼辦 高明這邊村民 只剩一百多村 要補一下村民 奴炮像也沒有繼續出了 出的是大量級兵 五十一隻級兵 但是波斯已經準備好了 火槍兵 火槍兵解這個比較簡單一點 好有一排出波斯弓兵 波斯弓兵不用黃金的說 是我的話我就想要出波斯弓兵 然後加上留下 有俠吃黃金喔 其他不搖黃金的東西 稍微省一下 六五波斯弓兵 對不對 火槍兵一直有在按 但火槍兵也可以稍微 適時的升級一下 這弓兵護甲 火槍兵是吃弓兵護甲的 金黃被騷擾 火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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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送光了 上面還有一台有一個生女想要來招控器也被收掉 火槍給的壓力蠻大的 靠命這邊決定要轉一些騎兵出來 等一下二級馬侃 火槍一直逼人 把他逼到家裡 好 這邊點下薛瑪麗輕奇變成一個升級 波斯大洛瑪也準備要登場了 波斯有遊俠 又有大洛瑪 還有駱鎚 所以波斯我真的蠻推薦大家的 他基本上能打死 全部都可以打 真的很香啊 好 火槍直接逼過來 但是有劍塔 這邊可能要稍微撤一下 火槍射掉了非常多的步兵 但是劍塔傷害其實蠻高的 攻兵護甲還沒有滿 三級防點下 好 火槍過來 要小心一下 這裡有生鋁 好 火槍過來 要小心一下 生鋁第一時間來招響火槍 火槍反擊 這邊走位再繼續招 生鋁應該是能招到一兩台 集火 幹掉一隻生鋁 哇 來不及解決 火槍直接被殺掉 火槍直接被擊兵鐵上來 火槍像也在追趕火槍兵 右邊的部分開始來挖 野精的部分 高明的野精直接被挖走 這個有點追不太到尷尬 這裡不敢回頭打 這裡被串燒傷害很痛 火槍像串燒效果還是不錯的 雖然射程有點短 火槍開槍一射 射死 血量夠多 好 直接逼退了火槍兵 好 直接逼退了火槍兵 這時候大羅馬出來 有跑速 有血量 很不錯用的 匈牙利清奇兵直接增償 這邊還有幾隻有想要直接開砍 哇 MBL有點被殺到不要不要的 經濟有點慘 可是 用於用的戰爐 好像是沒有去懲罰 卡拉 嘴巴不強 除非他要用大漾資源 用這個擊兵卡去煙死對手 不然只靠這兩個單位 不太可能打得贏 現在肉麻一直往家裡串 加零掉擊兵殘守住 好這邊果然還是要轉弓兵路線 彈道學一點下了 黃金開始有點缺 好這裡繞到後面 但是有很多擊兵在防守 應該也是瞬間倒地 這些新擊兵應該只能砍到一兩村 好這裡有一波也被攔截 哇MBLO防守很不錯 上面這邊也被打倒 這邊本來要來個四面開花戰術 結果全部被守住 或是這邊進攻 直接被敗退 給他轉瓦技術 開始有點偏防守了嗎 喔這邊還升級 精銳奴炮像 哇升級這麼兇 但是這邊有四巨頭 直接開拆城堡 拆掉一桌城堡 下面這邊也在進攻 火槍兵加上巨頭 巨頭不敢太冒來往前 上面這邊巨頭是會在往前嗎 上面這邊巨頭是會在往前嗎 存一些肉碼在家裡 好上方的巨頭是也在拆這邊的城堡 高免已經點下了精銳升級 如果這個城堡已掉了 那將會只剩下一座城堡做一個生產囉 那這邊點精銳好像有點虧 沒有夠多城堡 可以高速生產這個精銳奴炮像 完蛋 last 城堡 這邊還有火炮 好現在又來個遍地開花之處 現在各地都有清洗兵在做騷擾 製作城堡是高免最後希望 點下了雙奴劍 雙奴劍點下之後 然後奴劍像跟奴劍可以變成一次兩發奴劍的傷害 傷害非常可觀 好這一波進攻 看起來打到蠻多東西的 城堡全部垮光 但是城堡倒最後之前 已經點下了這個雙奴劍 雙奴劍點下之後 串燒效果還不錯 好這邊還指數了生女的招翔之術 直接招走 直接招走 好上面還有一些火槍兵 那家裡清奇兵的騷擾 全部被疾兵擋下了 這裡到處都有疾兵 那這就是家裡放疾兵的缺點 雖然疾兵可以有效克制肉麻的騷擾 但是只要放在家裡 這兵就容易打不贏 那這邊波斯很巧妙利用這一點的心理戰術 對方也知道 疾兵只能守家裡 但是疾兵在家裡就不能出門 不能出門 這邊就很難打贏 一片兩難 波斯這邊還點下了板甲技術 還有疾兵的升級 看來要開始轉垃圾兵了 好火槍兵跟弩炮像 這邊燒搶沒抓到 後方有更多肉麻 但是這邊疑似有疾兵 完蛋這次疾兵雖然好像沒有很優 但是還是可以解的掉 好這一波正面看起來 看來沒有炮像能守得住 傷害是蠻高的 傷害是蠻高的 哇這邊沒有城堡 從炮像的數量越來越少 擊兵數量也是 高棉這邊經濟已經崩了 打出了聚聚 哇怎麼感覺 高棉打得有點難打 我也想不太到 要怎麼打波斯欸 這邊火槍這麼多 感覺好像打奴炮好像有機會 打奴炮好像好像沒機會 因為奴炮像的射程太短了 如果你打奴炮的話 對面都是粗肉麻 你一個攻堅力量 去銀頭時機加奴炮 然後加擊兵 然後加利用少量的一個駱駝 少量擊兵去防守 然後正面用一些 擊兵加上奴炮 正面貫穿對方的擊兵跟肉麻 甚至火槍兵都沒問題 而且還有雙奴炮這個效果 所以高棉應該是打這個策略 打這個波斯陣型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 這樣互換好像有點慘 好看一下經濟 經濟這邊是波斯幾乎是全勝 石頭只贏了一點點 哇這個黃金四夷機 產2800黃金 食物部分還是高達4萬4 幾乎贏了快要2萬 肉有點多 本來是一次元農田 應該會比較強一點 但是這邊一直被大羅馬燒了 一直被砍穿 而且這邊TG擴張的時候 還被抓到 MBL這邊奴炮像沒有打出一個 很好的成績 可能下次打這個奴炮 效果會很好 像我們這個前兩支影片一樣 法蘭克出奴炮 這個燦燒效果一級棒啊 如果是高敏的話 效果一定更好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